这个女孩感觉喉咙里有什么东西 于是找来手电筒探向喉咙 结果另门竟然伸出了两根手指 这可把她给吓了一跳 可等她缓过神再次查看 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并且至今仍被美国官方记录在案 故事开始 这个老太正在镜子前收桩 可头发却大把的掉了 她拿着铁锤想要砸碎眼前的盒子 突然她的手开始不住地晃动着 身体也开始摆出各种扭曲的姿势 最后更是一头倒死的地上 这座房子也成了凶宅 多年以后房子被低价抛售 克斯正好将它买下 在收拾前任主人的物品时 小女儿艾薇注意到了这个古朴的盒子 于是将它抱回了家宠 晚上她恳求克斯将盒子打开 但奇怪的是盒子表面没有一丝的缝隙 无论克斯怎么尝试都找不到 盒子的开关 半夜躺在床上的小美有些失眠 没忍住好奇心的她 再次抱起盒子仔细地查看 不经意间 衣服的袖子勾住了暗扣 盒子竟然被打开了 里面都是一些陈年旧物 而且布满了灰尘 还有一只死去的蝉友 她尝试着拿起一个铁盒 在里面找到了一枚戒指 她高兴地戴在手上 紧接着又从里面找到了一个小木马 再是一颗牙齿 这下艾薇感觉有点恶心 连忙将盒子关上 抱着她沉沉地睡去 可第二天 盒子竟然鬼一般地自动打开了 睡梦中的艾薇也跟尖叫声吵醒 原来姐姐的床上正趴着一只蝉友 和之前死去的那只一模一样 等一家人外出回家 屋子里的东西散落一地 但爸爸只认为是浣熊跑进家中 并没有太在意 第二天早上醒来 艾莉呆呆地坐在桌前 镜子里折射出她恐怖的眼神 就连爸爸叫她吃饭 她也听不见 直到爸爸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才终于回过神来 可诡异的事情并没有停止 等到了吃饭时 艾薇像个木偶般 面无表情地坐在餐桌上 大口大口地将食物插进嘴里 爸爸叫她慢点吃 可她竟然直接将叉子插进了爸爸的手掌 随后一脸惊恐地看着爸爸 仿佛这一切并不是她做的 晚上盒子再次离奇般地自动打开 这次竟然从里面钻出了一群飞蛾 正在洗漱的姐姐 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 可等她回头查看的时候 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她下意识地打开柜门 一群飞蛾从里面飞出 尖叫声很快吸引了克斯的注意 这时他们发现 艾薇门凤处似乎更多 打开房门 无数飞蛾喷涌而出 而艾薇正抱着盒子 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 克斯赶忙抱着她离开房间 第二天他们请来了除虫公司 但对方也并不清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虫子 克斯只好将姐妹俩送到前妻家 很快到了艾薇上学的日子 她将盒子带到教室 小男孩好奇地动了一下她的盒子 但却被她直接胖揍了一顿 好在老师及时将她制止 并把盒子没收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 等待她的将会是死亡 这个女人正在批改作业 可对面的盒子竟然发出了诡异的声响 没过多久 桌上的旗帜被风猛烈地吹动 几滴鲜血掉落在脚下 她的眼睛也开始不住地渗血 受到惊吓的她想要出门 可下一秒 大门自动转动 任凭她如何使力 也不能打开 紧接着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其推进了窗外 第二天 克斯将老师的死讯告诉了艾薇 但没想到的是 她一点也不伤心 反而更加关心她的盒子 还说里面有她的朋友 这一系列反常的举动 让克斯更加确定盒子有问题 她取回盒子 直接将它扔在了垃圾堆里 回到家后 艾薇再次问起了盒子 两人争吵间 一股无形的力量 打了艾薇一巴掌 但她却以为是爸爸动的手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爸爸 但紧接着又是一巴掌 伤心的她直接跑了出去 这时 大女儿也走了出来 从她那个角度看 就是克斯打的艾薇 另一边 艾薇靠着和盒子的感应 一路跑到了垃圾堆 将盒子从里面抱了出来 黑夜里盒子浑浑打开 无数的飞蛾从里面喷涌而出 紧接着 里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说要和她永远在一起 随后 飞蛾全部飞进了她的嘴里 等克斯赶到的时候 看到躺在地上的艾薇 她将对方抱起 这时前妻也赶到了 她以虐待孩子为由 拒绝了她在看望孩子 出院后的艾薇 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脸上还涌现出了一只手 挣扎着肖从眼睛里出来 而克斯这边 她带着盒子找到大学教授 对方很快看出盒子的来历 这是一个恶灵盒 里面封印着恶灵 为了验证 克斯带着圣经 悄悄来到前妻的家中 对着熟睡的艾力 念起了圣经 然而 她刚念完一句话 艾力转过身 看了她一眼 圣经就直接被掀飞了 前妻也在这时走了出来 将克斯赶了出去 为了将恶灵驱走 克斯来到教堂 对方告诉她 里面的恶灵是弑魔童 专门寄生在纯洁的孩子体内 想要拿到身体的控制权 变成真正的人类 克斯想请求他们帮忙 但是被他们拒绝 因为要驱魔 必须要知道恶灵的名字 否则就算驱再多人也无用 听到消息的克斯 一脸失落地走出教堂 好在这时 年轻的神父小胡子追了出来 表示自己愿意帮忙 与此同时 半夜起来的前妻 突然听见厨房 传来一阵哀号 等她走近时 却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深夜 女孩趴在冰箱前 发出恐怖的哀号 等母亲向她走近的时候 她一转身 嘴里竟然啃食一块生肉 还试图攻击着自己的母亲 但没过一会儿 身影就消失不见 可下一秒 她却在母亲后面 缓缓地生气 手里还拿着一块玻璃 好在母亲一把将她抱住 用母爱将她安抚 她最终放下了手里的玻璃 还问母亲自己到底是谁 第二天 爱丽在院子里荡着鞦韆 前妻的男友正在洗车 这时 爱丽再次发作 原本晴朗的天空 顿时刮起了一阵大风 而男友的嘴里 突然流出了鲜血 牙齿也逐渐脱落 受到惊吓的她 赶忙开车逃离 爱丽也倒在了地上 全身不停地抽动着 嘴里还飞出了一只飞蛾 紧接着 她被送往了医院 收到女儿消息的克斯 赶忙去医院 在路上 小胡子意外打碎盒子上的玻璃 上面显示出恶灵的名字 阿比书 另一边 爱丽很快被送到了医院 在做盒子共振的时候 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画面显示 爱丽肚子里居然有一个人影 而人的肚子里 又怎么可能会出现人影呢 很明显 她就是那个恶灵 克斯很快赶到了医院 按照小胡子的要求 他们将爱丽 抱到了一处空旷的地方 开始为她驱魔 只见小胡子拿出蜡烛点燃 再将橄榄油倒入盆中 涂抹在爱丽的额头上 紧接着戴上头巾 做着圣巾开始驱魔 恶灵很快开始反抗 泳池里的水开始沸腾 随后 爱丽直接掐住小胡子的脖子 将她按倒在地上 克斯健壮想去帮忙 却还是被掀翻在地 她哀求恶灵放过女儿 自己可以代替 但恶灵并没有理会 直接逃了出去 克斯追着她的身影 来到了太平间 爱丽正站在墙角 伸着手想让她抱 可等她缓缓靠近的时候 人又突然消失不见了 就当她打着手电筒 四处寻找的时候 几滴鲜血掉落在她手上 当一抬头发现 爱丽正倒掉在空中 紧接着开始对克斯疯狂攻击 等几人赶到的时候 只看见父女俩暴坐在地上 爱丽的戒指 也在这个时候掉落在了地上 小胡子发现了不对劲 连忙念起了咒语 就在这时 室内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 克斯的眼球开始变得浑浊 紧接着身体不受控制地撞向了墙壁 灯光开始忽明呼喊 一只手缓缓从克斯嘴里伸出 而木盒也缓缓打开 一个鬼影爬了进去 没过多久 一切归于了瓶颈 为了不让木盒继续害人 小胡子打算将她带给父亲销毁 然而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一辆货车突然出现 小胡子车毁人亡 而木盒却完好无损地躺在路边 等待她的下一个主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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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